吃粉對身體不好要改 但是有些民眾 就是說該吃點滋粉就比較健康 甚至說要改粉之前 先該吃點滋粉 但是在北部有一個男人 先吃點滋粉 說要改粉 結果身體不爽快 越來越痠 檢查後更定期遞到危險 也是我們台灣頭一個 吃點滋粉遞到危險的案例 一個四十歲的男生已經吃粉二十年 經過朋友的介紹 最近一年開始 使用電滋粉來改粉 想不到時候開始出現百度充 不漏漏 而且又越來越痠 希望兩次檢查三次 六月只想電工檢查後 可能是危險 醫生表示台北部份的電滋粉除了有尼古丁以外 也有七千種的化學生粉去使用這個電滋粉有內地 過去過去國家很多研究都發現說 使用有尼古丁的電滋粉 不然會造成第四性的危險 還有很多危險的準備 也會增加心中 欠費 比傳統的抓粉是更加嚴重 雖然新鮮粉品推出的時間不長 但是二空一半年 後面檢查也發現電滋粉有超過四十一種的優害 還是抵抗的不止 二零九年的下 下半年也發生了 就是所謂的電子煙相關肺傷害事件 全美國通報的案例 送醫就整插管重症的 總共有兩千八百多位的一個美國人 然後有六十八人是死亡 那這個這些重症 這些插管的最小的是四三歲 抽大概三個月的電子煙 但是死亡的最小的是十五歲 抽一年半的電子煙 民間團體表示 未好沒有在這幾年底 宣佈十四年沒修改 臺灣分海控制法 修改的方向是在轉變禁止 改造禁電子煙 還不再開放假日煙 因為政府願意趕緊修改 禁止各種形態新興粉品 那未好臺灣 未四十年在這分海控制打拼的成績 轉來消息去 記者 綜合報導